然后呢接下来咱们关于数据库的一步呢 增删改达就说完了 说完成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个小的案例 也就是说咱们把上午所说的 从前端当中的模板 然后呢利用WTF的方式能够去接触数据 并且跟后端当中的数据库关联起来 那这样的一个小案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最终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呢 因为这个案例比较小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实现的只是最原始的原型操作 我在这里面直接去访问的时候呢 当前就相当于你可以去列举出来 一些个关于书局的这个作者 跟他所对应的书局了 这相当于是一上来 相当于是从你的书局库当中进行查询吧 对吧 一上来先查询 查询之后的话 然后呢你还可以往里面再进行补充 比如说你在这里面再去补充一下 好 再补充一下什么东西 西游记 比如说我们现在西游记的作者应该是吴承恩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可以相当于在你这上面填解之后呢 点击一下提交 紧接下来当前的你刚补充的东西呢 就已经放到这里面来了 然后呢你觉得如果不够的情况下 还可以进行删除 删除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做案例的话 咱们就拿这个书籍来进行做案例了 就相当于我们没有 就相当于在这里面 你把这个书都删完之后 还剩一个作者呢 因为我们删的话 就相当于完成一个功能就可以了 你看一下删除之后的话 关于那本书是不是删掉了 作者没有删掉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没有把这个完整的功能给你去实现 只是说给你完成某一个部分 你前面能够接收数据 能够保存就可以了 然后呢后面你再点一个按钮的时候呢 还能够删除一个东西 也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还不太够 你如果想再扩充的话 那你在这个基础上之后扩充就可以了 我们只是说 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把你前面刚才所说的这个表单 以及在这个数据库里面的整体呢 都给你串起来 是做这样的结果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要做这样的一个结果 做这个结果的时候 首先我们实际上是不是就得去 建立一个对应的数据库的模型啊 构建整个项目之处的话 所以这个数据库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个当中 在这个小案例当中 数据库当中 我们要去设计几张表啊 设计两张表是吧 两张表当中 一张表应该是作者吧 另外一张表是书籍吧 然后其中 其中在这一点的话 我们也是去简化一下模型 简化一下什么模型呢 通常情况下是说 一个作者肯定有多本书吧 这是可以的 但是也有些时候 一本书是不是也有多个作者啊 对吧 那这种模型呢 我们现在也去简化一下 就相当于是 一个作者只有 有多本书 但是呢 每一本书我们都认为 假定只有一个用户 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 那最终在进行构建的时候 如果构建出来是 多对多的关系的话 那我们在项目当中 会用得到 所以在项目里面的话 咱们再去说 多对多的那个地方 我们去处理 咱们先把基本的使用 来去练绘 首先先来看一下 那相对应的 我要去构建 这样的一个模型了 那构建这个模型的时候呢 回过头来 我们来去建立一个 对应的 对应的一段程序 我们把它就叫做 作者 author 以及对应的book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 还是相同的道理 我们在这里面呢 还是一上来 得去创建 数据库的相关的连接 那数据库的这个连接的话 上午呢 咱们在这里面 来去再去学一下 from class当中的 circle alchemy 当中去导入一个 导入那个对象 导入一个类吧 是那个类了呀 circle alchemy吧 把它导过来 把它导过来之后的话 那circle alchemy 在进行构造的时候 实际上是要用到app啊 app当中又得有参数 所以呢 咱们把这个参数 给你构建出来 class config config当中的object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相对应的配置信息呢 我们也从上午所写的东西 直接拿过来 我们要配置的话 有这两点配置信息 放到这边 放到这边之后的话 我们为了进行测试呢 咱们把数据库 可以再来给你去改一下吧 比如说咱们再来 去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 那应该就是create database 然后呢 咱们把它叫做author 对应的book 然后比如说对应的是python py04 然后呢default xset 等于utf8 放到这 这时候呢 这样能数据库创建完了 数据库创建完成之后的话 那相对应的 把这个地方呢 值给你改掉 改掉之后呢 当前配置信息有了 当前配置信息有了之后的话 那我现在呢 就可以去创建 对应的东西了 咱们可以先去导入一下 config当中 fromobject 把对应的这个config 这个类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去创建 对数据库的模型了 或者db里面的circlealchemy 然后呢 它是要把app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 咱们现在来去开始 定义数据库的模型 定义数据库的模型的话 咱们再来写下 定义数据库的模型 模型的话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要有两个表 一个表呢 是作者表 所以呢 咱们把它叫做author 这张表 仍然继承自哪呢 db里面的model吧 对吧 db里面的model 拿过来 然后拿过来之后 这是作者 作者定义完成之后的话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作者当中 我们要去实现 哪些对应的字段呢 为了去保存的时候 看一下 这里作者的话 是不是应该 都有一个名字啊 需要一个名字 然后呢 作者实际上 是不是还有一个编号id啊 那应该是主件吧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在这里面呢 还是第一个 先把表明写一下 table name 然后呢 这个table name的话 我们比如说 还是按照我们上午说的 这个table tbl 对应的是author 作者 然后呢 对应的 有一个id 应该是db里面的 还有哪个印象吗 column 然后呢 应该是db的 int 对吧 一般都是把它当作整形 然后呢 preamble k 等于tru 给你设置为真 然后呢 还有一个名字段 也是db column当中 应该是db里面的stream 那形吧 还有一个长度 比如说咱们给它设置为32个长度 然后呢 unic 一般也是为真的 然后呢 在这里面的话 是不是还可能有其他的 作者一个信息啊 对吧 那比如说这个作者信息的话 咱们 看一下 前段中还用到哪个东西 就是用到一个名字就可以了吧 所以呢 其他东西呢 我们不再写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 还有另外的一张表 另外一张板 应该是做书籍的这张表 应该也是db里面的model 定义过来 然后呢 这是书籍 然后呢 还有相对应的table nam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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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name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tbl 定义的 这是书籍 focus focus 然后放到这的话 那书籍实际上 是不是也得有一个主件呀 对吧 仍然是db column当中 定义的db里面的 integer primor k 等于处 还有书籍 是不是也有一个名字呀 对吧 咱们也放到这 db column当中 db里面的stream 比如说给它留长一点 留长一点 留十六十四个 然后呢书籍的话 名字是不是也唯一的呀 也是放到这 然后放到这之后的话 请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应该这时候就是添加关联了吧 应该书籍是属于一个作者的 所以呢 在书籍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外界呀 作者的id是谁 咱们写了呀 author authorid 应该是db里面的 还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吧 所以是column当中呢 它仍然跟前面这个组件 保持一致 那它也应该是整形 整形当中的话 它是一个外界 db里面的 foreign key吧 foreign key放到这 然后呢 这里面去指明 到底是哪张表 哪个字段吧 所以应该是 tbl authors 里面的id 是指的它 这里面指完成之后的话 那我回过后来 我是不是就可以在 also的表当中 去添加一个反向的量查询 以及给它去添加一个反向引用了 对吧 所以回过来 就可以给它 author当中 添加一个 它的书籍 一般都是辅数 我们把它叫做books 它是谁呢 它应该是db里面的relationship 是这样的关联子段 然后呢 它是跟哪个模型类呢 是跟book模型类是不是有关系啊 等于应该是book放到这 我们还给它添加一个反向引用 那就是back ref等于 是不是给它去添加属性了 添加属性的话 通常情况下 你一个 一个作者有一个 就是一个书 是不是得有一个作者呀 那所以呢 咱们把它取的名字呢 也叫做author吧 通常情况下就叫做author 好 这时候来看一下 两个模型类就有了 两个模型类有了之后 那我们在去构建之前 是不是可以先把这个数据 给你拿过来呀 我们先把这个数据呢 先一开始出数据 先构造一下 那仍然是db里面的 我们是第一次操作吧 所以db里面的jobout 放到这儿 然后呢 在db里面的createout 也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我们把连带着 把这个数据也去使用一下 那在这里面的测试数据 实际上这里面也是有的 我们把它拿过来 对应的测试数据 这里面有几个测试数据 我们把它拿过来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前面是不是相当于 添加了三个作者啊 添加了三个作者 那咱们db里面的session 对应的一个i的out 把三个作者呢 添加进去 au7 等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东西 先把它写完 au里面的 还有一个前 还有一个au里面的3 把三个对象 放到这儿 相对应的 我们构建的模型里面 是不是没有email啊 所以咱们就把它去掉 因为我们在这个小岸里面的 这个显示里面 是不是用不到这个email啊 所以咱们就不用了 然后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呢 db session add了一下 然后db session 里面的commit操作 要在数据库当中生效 生效完之后 回过后来 在这里面呢 进行操作 再去构建几本书 它的书的名字 是不是起的是 另外一个叫info的 咱们也给换一下 给它换成name 跟我们的模型里 保持一致 然后呢 后面它这里面 这个lead代表的是 它还把这个 主角也给放出来了 这些书有人看过吗 看过是吗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在来看 这里面的时候 book的时候 相当于是不是要 跟上面的作者有关联呀 所以还小了东西 我们把什么东西呢 把author对应的ID拿过来 它应该等于谁呢 比如说这个作者 昆士星空是谁的 咱们随便一起写吧 应该是au 比如说c的ID 然后把它放到这 然后咱们再来放一下 比如说中间两个是钱的吧 然后呢 这是房价三少的 我就放到这 好 现在相当于是说我们在进构造的时候呢 书籍里面的name跟最终的一个关联的那个外建字段也就有了 有了之后的话 对于这个我们要去操作一下 db里面的session当中的id 也是i的 也是i的二 然后对应的应该是book里面的c还有一个book里面的c二还有book里面的c二还有book里面的钱还有book里面的三好这里面写完之后呢我们在db里面的session.commit 进一下提交 好这里面提交之后的话 然后呢咱们让程序重新去当程序去先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之后 那这时候回过头来在咱们数据库里面是必有值了 所以呢咱们use一下对应的author 然后呢对应的book里面的py04 放到这儿 然后呢咱们来那个show tables一下 两个数据就放到这儿了 然后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select星从tbl对应到aothors 查一下刚才是不是已经有了呀 再select 然后fromtbl对应的这是books 放过来这里面四个数据是不是也有了 三个作者跟四个数据 紧接下来我们回过头来呢就可以进行相对应的使用了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对应于我们之中的那个效果 测试已经数据有了 现在应该是咱们要完成这个项目 首先就去管第一步是不是可以了 一上来 你当我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现在先把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是不是给你查出来 放到模板当中啊 对吧 所以呢咱们先来把这个东西实验一下 那当前访问的就是这个主入镜 所以呢我们回过来 就在咱们的程序当中 这已经是一个测试数据了 我现在就可以把它给你注释掉 回过来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去实现一个对应的试图了 比如说这种呢 就叫做主页的一个试图 然后呢在这里面进行操作 相对应的 我们把这个app.root路径 也可以放到这 逐路径 放到这之后的话 在咱们这里面 目前先来去实现的是查询数据库 然后把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展示到这个模板当中吧 所以这是先去查询数据库 那你先来看一下 查询数据库的时候 我现在虽然有两张表 但是我需要两张表都查询吗 是不是只要我在操作的时候呢 只要操作一个模型类 然后剩下的连那个模型类 是不是也查出来了 所以咱们是不是就是可以 以作者为核心 我查询一下当前数据库里面 所有作者都有谁 然后呢 因为在作者的每个对象里面 是不是都有books啊 一操作books 相对的书是不是也有了 所以呢 咱们直接去查询这个作者 对应的 那就相当于 我们就把它叫做authors 他应该是 authors 这个模型类的 cori cori的话 我们现在没有进行过滤 所以是不是查询所有啊 应该就是out方法 查询出来的时候 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列表吧 对吧 是一个列表 里面的都是具体的对象 所以这时候查出来之后 那你现在来去看一眼 那我直接把这个对象 往前端去say的时候 可不可以直接往前端传了 是可以往模板里面传了吧 那咱们现在直接就相当于 我往上里去引入一下 plus当中引入这个render template 放到这 然后呢咱们直接去渲染一下 render return render template 然后呢我们会待会去写一个 这个主页吧 这个主页已经有了咱们换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比如说就叫做book author book.html 然后呢把刚才的这个作者列表书 传过去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咱们 我们把它就叫做authors 传到前端之后呢 咱们把它叫做authors 然后它是什么值呢 它就是刚才我们拿出来的这个列表吧 然后回过出来 现在咱们来看一眼 我们去构造一个页面模板 Aothor 把authorsbook.html 然后放到这里面来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在这个页面当中我们实际上是不是就可以先来去实现一下底下的这部分了 底下的这一部分的话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是不是应该就是列表啊 所以咱们直接就去相对应的解决准了 那也就意味着说我可以去构建一个ul这个东西吧 ul当中 然后呢每一个集合实际上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li的东西啊 所以那现在有多个作者吧 那我意味着我在这里面是不是得去进行抱循环了 然后抱循环 抱循环的话 我取出来一个一个的作者 author author author是谁呢 在我们可以传到authors吧 authors 然后对应的 放到这儿 然后把底下我也给你补全 end 抱 放到这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一个一个的在这里面肯定要去包含一个东西吧 按照咱们所说这里面是不是要去写一个作者加加冒号了 所以咱们写一下作者对应的冒号 然后那作者的名字是谁呢 我是不是用模板变量了 应该是author.name是不是可以啊 是他 紧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那除了这一点 还要把他所对应的书籍是不是要列出来啊 对吧 所以把他书籍也列出来 那他的书籍的话 很有可能是有多个吧 所以有多个实际上是不是又是一个循环啊 那你说那书 书籍在哪啊 是不是当前我取出来的一个作者对象是author啊 所以他的书就是在author里面的 我们给他添加了这个books属性吧 所以应该是books属性 books我们说了 他实际上拿出来的应该是一个列表吧 列表里面都是一个书的对象了 所以就相当于我现在在这里面实际上是 再便利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呢 咱们在这里面再来去写一个ur 那相对应的 这是关于他的书籍了 我们给他放到这儿 书籍的话 咱们是不是也去添加了一个相对应的书籍的名字 还是list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我们进行相对应的便利 这是for for谁呢 应该是一本书吧 forbook in 然后呢 aothor author当中的books吧 这个author里面的books 把它取出来 然后呢 相对应的这里面 在 end for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当前这里面是不是就书籍了 书籍 然后呢 我们再回回来 把书籍的名字也可以给你放到这儿 book里面的.name吧 好 这是关于这里面的东西 那你现在写完之后 咱们是不是可以让程序运行起来啊 所以我回过出来 把这句话给你放开 if.run 咱们让程序去启动一下 启动一下之后 我回过出来 再来去看一下 开启一个新的一面 127.0.0.1 对应的5000 我们再来访问一下 那当前我给的列数据 这里面是不是就展出来了 好 这一点做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再来做什么操作呢 是不是上面就可以去添加这个东西了 咱们上面添加得做完了 那添加的话 应该是说 我在这里面点击提交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说让当前的话 它提到当前的页面里面来的 可以吧 就当我一点提交的话 它还是在当前的一面来 在当前一面来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 我最终在去实现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是可以去复用这一个视图 对吧 但是我们在那里取用的时候 咱们把上午的表单的这个模型类 也给它引入进来 咱们把前面的这部分就给你做成表单了 所以现在对于表单 我是不是又要创建一个表单类呀 所以这是创建 咱们再去创建一下 表单模型类 所以你这时候再来看一下 这两个模型类之间的还有关系吗 上面这种关系完全是为了操作数据库而用的吧 而上午这个表单的模型类 是不是完全是跟前端打交道的呀 对吧 所以你要区分开它两个的作用 我们现在来去定义 那定义的话 这个表单从哪来了 是不是还要去中一复类呀 应该是从应该是在flask里面的wtf当中 去导入一个flaskform吧 导入它 导入它之后的话 然后呢咱们再认识直接去使用 我去构建一个表单的模型类 什么东西呢 这是关于用户 关于书籍和作者了 那么把它就叫做authorbook book 然后呢form 它要继承字flaskform 继承过来之后的话 这是书籍 作者书籍 作者书籍模型类 表单的 然后呢咱们在这里面 要去进行操作了 我在这里面是不是还要去写 在表单当中 究竟应该去提供 哪些这个字段吧 所以要提供一个作者 还要提供一个书籍 那咱们就可以把它拿过来 比如说我要给你提供一个作者字段 咱们应该是让前端用户填写的 实际上是一个作者的名字 跟数据的名字吧 那咱们把这个字段呢 把它就叫做authorname 那这是什么样的类型呢 你前端输入的时候呢 是一个文本类型 所以我们要导入 那导入从哪导入呢 咱们还得回过后来 从上面去引入吧 应该是在wtfform当中 是不是有那个字段呀 对吧 这可是表单东西了 所以在表单当中的话 应该是在wtf当中 是有这样的值的 是什么样的值呢 是stream field 所以把它拿过来 这个作者在表单当中呢 应该是一个字不出来的类型 所以呢 就是stream field 放到这儿 stream field当中的话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还要去加上 一个label标签了 对吧 label标签 给它去提示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作者 放到这儿 好呢 还有一个validate吧 用了这个模型类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帮助我们 来去教训参数了 所以呢 validate这个验证器 要用哪些 那当前对于作者 是要求必须传的 所以呢 我们就给它去引入一下 那必须传的 这个东西在哪呢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 给你停掉一下 已经停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去引入一下 那在哪呢 应该是在这个 wtfform当中 有一个validate 是这里面证器有 当前数据 必须要填写的话 叫做datarequired 所以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在这里面 直接去使用datarequired 然后呢 还可以添加上 相信的信息 这是作者必填 好 放到这之后 那当前呢 咱们给它去补充上 这样一个验证器 然后呢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书籍的名字吧 还有fook name 对应的 screen field 然后放过来 它对应的是label 这是书籍 书籍当中 它也有一个验证器 那对应的呢 也是要求必填的 所以我们给它放过来 这是书籍必填 好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表单当中 除了这两个input算 实际上还有一个 那个提交吧 所以还有一个submit按钮 那应该是submit field 那我们还得去引入一下 也是在这个里面呢 wtf form当中 有一个submit field 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放到这之后的话 相对应的label 我给你展示一下 这是保存 比如咱们写的保存 好 那这是当前的 这样的表单 这个表单模型类 抽签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就应该是在 进入到这个视图的时候 除了要查询数据库 把数据放过来之后 相对应的表单 是不是也 构造一下啊 对吧 所以咱们在这里面 去构造一下 创建表单 对象 比如说 买也叫做form form的话 应该是authorbook form 创建出来 然后呢 我现在还没有做 这个提交数据呢 所以咱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可以直接 去把这个form 也传过去啊 可以吧 form传过去 传过来之后的话 那相当于 我回过出来 在刚才的这个模板当中 是不是要把那个表单 也要够到出来啊 对吧 所以咱们在上面 去把这个表单呢 给你够到出来 那应该是form当中 回过来 回过来之后的话 我在里面给你拿 加条斜线 横并飞下 然后form当中 有一个messor的 必须是post的方式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 可以进行操作了 我们在这里面 进行使用的时候呢 咱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这里面会传过来 这三个字段 所以呢 咱们一个一个 来去写 首先呢 有一个是form当中的 点 author吧 author name 它的label 标签 给你放到这 然后呢 还有相对应的 比如说这个输入框 可能没有换行 我们把这个输入框 放行上 给你放到这儿 form年的author 然后呢 对应的内母 是这样东西吧 然后呢 还有提示信息吧 应该有一个提示信息的话 我们还是说 它可能有多个信息 那百分号 放一下message in什么东西呢 form里面的 aothor author name里面的 address address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再回复回来 end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在里面 需要去展示信息啊 就是展示一个p标签 里面的对应的message 给你放到这儿 那当前的一个段 写完了 这个段写完之后的话 另外的一个 这个书籍的名字 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呀 我给它放到这儿 那相对应的 应该是book的name 拿过来 bookname放到这儿 这是bookname 这也是bookname的 挨着 再往后走的话 就应该是 那个输入了吧 输入的话 就应该是 里面的farm当中的 而不是提交 应该是farm里面的submit吧 submit放到这儿 然后我们说了 这个表面当中 不要忘了两点呀 有一点就是说 我要去给你配置一个 什么东西啊 secret key吧 所以咱们把secret key 给放到这儿 secret 因为我已经构建了一个类了 所以咱们直接填到 这个类当中 secret key 然后呢 里面有随便的写出来 这样的数值 好 这里面写完之后的话 那右边 我在去用的时候呢 是不是还要保证里面 还得有那个csrf的东西呀 所以应该是 farm当中的csrfpoken 也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那现在呢 当前就完整了 所以回过出来呢 咱们让程序 重新的去启动一下 启动一下之后 那当前应该是 classauthorfarm的 把这里面甩一个网号 我们让程序启动一下 然后呢 回过出来 咱们来去 在这个页面当中 重新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当前的话 我应该是在哪呢 在这里面 这个label是不是没加呀 咱们把它加进来 回过来 然后呢 咱们来去刷新一下 当前看一下 作者书籍 还有保存书都有了 这时候有了之后的话 咱们再来往下去走 再来往下去走的话 就应该是 当你在这里面去填充数据的时候 应该去向当前的这个网址 去发送post请求了吧 所以咱们把这段也完成一下 那这段完成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 首先我得再把这个地方呢 它的访问方式 给你扩展出来吧 MySource当中 要去既支持get的请求方式 也支持对应的post请求方式 都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来去说 咱们在这里面进行操作的时候 实际上对应于get的方式 还是post方式 不都可以去利用那个验证啊 所以直接来去判断一下 直接就是说 应该是if form当中 有一个叫做validate unsubmit 如果你验证成功的话 那代表当前在这里面 是不是有具体数据啊 否则 如果是get的请求方式 或者说验证不成功的话 那你说我们做什么操作呀 或者无论你怎么去做的话 我最终在这个页面当中 哪怕要提示信息的话 底下是不是还有连带着这种查询的呀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把这个查询数据库 就给你放到外面 无论你上面验证成功不成功 我最终呢 都要去查询下数据库 然后呢 把最终的信息 是不是要给你系列过来呀 所以咱们现在就去处理它就可以了 就是验证 成功 验证 表单成功 如果表单一旦验证成功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呀 是不是要去提取数据了呀 对吧 要获取数据 那获取数据当中的话 当前是不是有一个作者的名字啊 author的name 它是在form当中的authorname 然后呢 里面的data吧 对吧 是表单对象里面的这个属性 然后呢 你要通过data 才能把句子值拿过来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bookname 它也是form对象里面的 bookname 里面的data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把表单的数据拿过来 验证表单成功 然后呢 就是提取表单数据 提取完表单数据之后的话 那再来做的一点呢 是不是就可以保存数据库了 保存数据库 保存数据库的话 怎么保存呀 是不是一个一个来去创建呀 咱们先来去创建谁呢 咱们先来去创建一个author作者 所以比如说 把它创建一个author 创建一个author的这个对象 然后呢 author当中在进行创建的时候呢 它这里面要去接收的参数 只有两个参数吧 直接只要接收一个name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创一下name name等于这个值是多少呢 是不是刚才这个拿过来的东西啊 author的name 放到这儿 当前一个对象有了 当前这个对象有了 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这个数据 book表里面当中 是不是要用到那个author里面的ID啊 所以我们先得把它去提交一下 db里面的session 然后add 一下把author添加进去 然后呢 在db里面的session 去commit提交一下 这时候呢 author就有了 author有之后的话 我再来去创建另外的一个对象 就是说book book当中它应该是book book的话 它所对应的应该是name name是谁呢 name对应的是相当于拿到的这个bookname 然后呢除了它的话 book当中实际上是不是还要用到一个authorID啊 对吧 那这时候呢 就有两种方式了 你可以在这里面直接通过什么东西呢 author里面的ID 等于刚才的那个author对象的 刚才创建好的这个对象里面的ID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你也可以通过谁呢 上面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反应用呢 所以你也可以操作 book这个对象里面 设置它的author属性 直接是谁的 等于这个author也是可以的 就相当于你也可以这么去设置 你把它创建出来 然后呢在这里面进行操作 可以是book 我把它给你 或者是这么去写也可以 因为你已经给它补充上属性了 所以呢author等于谁呢 author等于author就可以了 这个author指的是谁呢 author是你在上面 添加这个backIF的时候 给它补充来的那个属性 而底下的这个author对应呢 就是说这个属性对应的是一个对象 所以对象是谁呢 对象就是刚才你创建好这个对象了 所以你按照这样方式一连写的话 底下这个过程 是不是跟张狗很类似的 对吧 张狗在你设置外键的时候呢 都是通过对象的方式来进行设置的 你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创建于book 那对应的再是session里面的 add 然后呢把book添加进来 在DB里面的session当中 肯定测试 保存 这是什么时候保存好了 保存好了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再来往下去走的时候 就进入到进行查询一下 把所有东西查询出来之后 再显染模板啊 所以咱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让程序呢重新启动 启动一下 然后呢回过后来 我们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刷新这个页面当中 如果我什么都没有去填写 点击一下保存 那相对应的 应该是又涉及到那个字符了吧 这是哪个地方又出现的中文字符了呢 是这个 required的东西 不要烦 我们在工作当中的话 很有可能你大部分时间 还是在操作Python2 看一下 我点击一下相对应的保存 然后这时候看一下 作者BTN跟输入BTN是不是都出来了 然后相对应的 比如说我现在去写一下 应该是比如说就是JK楼林 然后呢书籍的话就是阿里波特 然后呢咱们再点击一下 相对应的保存 保存之后看一下 刚才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了呀 对吧 为什么这么快就有了 我在去保存的同时 你看一下 在去保存的这一次操作当中 一旦保存完了之后 我是不是立马在这里面就查询 再把最新的结果给你卷到文版当中了 所以在一步当中就完成了 那当前这个东西已经有了 当前这个东西有了之后 我们回过来再来看一下 那接下来还要做哪个东西呢 就是还有一个删除了吧 删除的话咱们现在呢 比如说咱们就只做一个删除 就是删除书籍 那你说这删除书籍的话 这一点应该还能够再利用刚才这样的试图吗 不能了吧 是不是再重新定一个了 就相当于你在去点击的时候 我要把你特定的这个书籍给你删除掉 所以回回来 那相对应的 我还得再来给你定一个新的试图 新的试图 比如说就是删除书籍 Delete Book 删除书籍然后呢相对应的app.root拿过来 这时候的话那我们来去说相对应的这个路径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怎么设计这个路径啊 那你说这一点你是让它以get的评定方式访问呢 还是以pose方式访问呢 你这时候如果说是使用pose方式访问的话 然后呢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一点你怎么去做 可以用pose方式吧 可以用pose方式的话 那你在这里面去操作的时候 这个页面当中怎么去写呀 可以用gs吧 所以那你现在既然都要去用这个pose方式 咱们就改成为pose方式 那你说如果是用get的评定方式的话 会不会更容易一点 所以那么现在咱们就该去拿这个东西 就拿这个pose方式 看一下my third my third 咱们让它去使用pose方式访问 使用pose方式访问的话 那对应的路径我是不是也得去写一下啊 比如咱们把它也叫做deletebook吧 deletebook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然后呢接下来咱们来进行相对应的处理操作了 那我们在这里面进行相对应的处理操作的时候 那你说这一项上 这上面的这一项的一点操作 在这里面进行删除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pose方式拿送过来的 而且那你说的pose方式 你拿什么样的数据发送过来呀 不是说发送什么数据 而是什么样的格式 这你就要去选一下吧 对吧 你是去拿表单的方式发送过来呢 还是说是拿json方式 还是拿其他的方式来发送过来 选择json是吗 好那咱们就拿json来发 这个当然是怎么去感觉都可以了 你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 因为现在就相当于 我们在后端约定好的话 前端就按照我所约定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那咱们就相当于提前去上演了一下发送这个json了 好咱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要求如果前端你是以json的方式给我发送过来 也就意味着这样的请求方式应该怎么去写呀 前端当中实际上不就得去以给我发送过来数据 就得是post方式 然后往哪呢 往delete 对应的book 往这个网址发吧 往这个网址发的话 然后再来看一下 那对应的请求体的数据呢 是不是就是json格式啊 这时候再来看一下 json格式的这个数据当中 那它所对应的要包含哪些数据呀 包含哪些数据呀 还需要名字吗 是不是只要需要书籍的ID就可以了 对吧 那好了 我们说我就跟你约定了 你前端过船的时候呢 这个阶子里面必须包含一个书籍ID 这个东西我给你约定好了 就必须叫这个名字 不改ID 然后呢值呢 是你写的 随便去写一个东西 就是这样的一个值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前端是以这样的方式访问 我后端是不是就得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去写呀 对吧 以这样的方式来去写了 以这样的方式在进行操作的时候 首先先来去看一眼 我要第一步 实际上是得提取参数了吧 提取参数 提取参数的话 怎么提取呢 是不是还从request当中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从blast里面 然后呢 从这个request对象往外拿 往外拿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要去注意一点 request当中 你说通过哪个属性往外拿 通过哪个属性往外拿呢 是不是通过data啊 你说通过这个form还行吗 不行了吧 已经不是表现格式了 所以不行 得通过这个data吧 那你一种方式呢 是通过这种data的方法 然后拿到了用户请求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request data 拿到之后的话 我们再通过json里面的一个lose方法 是不是要把它拿过来是一个json字不算呀 再给你转换一下 转换成python里面的字典吧 实际上方法 那除了这种方法之外呢 我们现在在这里面就已经提前引入了 咱们有什么东西呢 它这里面有个简写的方式 在request对象当中 有一个叫做get json get json的话 它能够直接帮助我们把json字不算 给你转换成字典 省得你再去操作了 这样一步就帮助我们完成了 然后呢 如果前端是json 如果前端发送的请求 数据是json 可是get json 会解析 解析 解析成字典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通过这个get json的方法 这时候再拿到的就是已经是请求那个字典数据了吧 把它比如说叫做iq是请求的 请求的一个字典数据 这时候请求字典数据之后 然后呢 咱们再来往下去写一下 当前这个字典有了 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字典是谁呀 就是上面这种形式的字典呀 对吧 那在这个字典当中就应该包含了book id吧 所以我这时候呢 从哪儿上呢 book对应的id 实际上就应该从这个iq的字典当中通过get的方法是可以往外拿的吧 对吧 拿上一个book对应的id 拿到book id的话 那当前要删除的数据id就有了 当前要删除的数据id有了之后呢 接下来再怎么做 是不是可以删除了呀 好 删除数据 删除数据的话 怎么删啊 是不是还得先去查一下呀 应该是book当中的cory里面的 当前是不是id呀 所以可以直接使用get的方法吧 把book id放过来是不是可以了 因为你给我传送过来 是不是就那个主件id呀 我要求你给我传过来 就是这个主件的id 所以呢 get的方法就接受id 通过这样方式呢 就能够查询出来 那当前呢 会拿到一个book的对象 紧接下来再通过db里面的session当中 里面的一个delete操作 把这个book给它拿过去 是不是可以删除啊 然后在db里面的session当中的commit 进行提交 就会可以了 提交完之后的话 然后呢 那你说这时候要怎么工作 是不是重击一项就可以了 再让它跳转到这个主页是不是可以啊 所以呢 直接重击一项 return redirect 我们把这个redirect也引过来 还有相对的urif吧 urif 全个语言上 直接redirect当中的 然后呢 urif 放哪呢 是不是要再让它跳转到主页里面去啊 index 好 这当前的后端是不是写完了 后端显成之后的话 然后呢 接下来 咱们现在实现的这个后端当中的一些个判断的逻辑呢 还没补充完整 所以呢 这个具体的更细节一点的话 我们到这个项目当中再去说了 当前已经是能够保证完成工作了 但是这里面的话 我们之前去引入一个表单的一个原因 是不是就在这里面是有一个验证啊 那你现在看这里面我们有去验证吗 如果你前端发送过来的数据没有 或者说这个不ID也没有的话 是会有个问题啊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更细节一点的 保证程序不会出色的东西呢 咱们到项目当中的话 每一个视图都会去写 所以呢 咱们现在就是完成一个最基本的流程 先把功能实现 后端显完成之后的话 那你现在说 回过头来 是不是相当于我要在哪呢 前端去做处理了呀 对吧 前端要做处理了 那前端要做处理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操作啊 怎么操作 你说我在这里面添加上一个表单能行吗 对应于每一个这里面吧 是不是在这里面是不是作者呀 作者这里面是不是有书籍呀 我在这里面如果添加一个表单 表单发送过来的数据 它会是这种JSON格式的吗 不是吧 不是吧 所以那时候怎么办呀 咱们在这里面实际上是不可以添加上一个按钮啊 比如说跟添加上一个什么按钮呢 对应的就是A标签吧 A标签里面实际上是不可以去添加一个GS东西啊 HREF HREF东西指的什么东西呢 指的就是JavaScript SCRIPT 网号 分号 然后这是删除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那相对应的我在这里面实际上是不是还得去引入东西啊 对吧 这个JQuery还得去找一下 你们选择的是Pose的方式 实际上使用Gat的方式最容易的 好好好 复识一下 这个JQuery的这个插件 我们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JQuery的插件 Static 这里面 Static GS 再有应该是 JQuery吧 这呢吧 Min 我们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放到咱们的工程目录里面来 那么放到工程目录里面来的话 应该是说在这里面实际上新建一个静态目录啊 Static吧 Static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的话 通常情况下实际上要再加上一个JS目录啊 JS 再加上了之后的话 然后呢咱们把对应的刚才的东西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 回过后来 我们来这里面看一眼 相对应的工程 Static里面 GS里面是不是有这个JQuery的命了 然后呢咱们把它拿过来引入 我把左边的给你 咱们先把这个东西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的话 通常情况下我们把这个JS实际上放到底部去引入吧 应该是 通常情况下是不是放到最底啊 这里面应该是 script 然后呢应该是 这个语法我就记不太清楚了 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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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应该对应的是 呃 当前的Static里面的GS里面的JQuery JQuery JQuery mean 是他吧 好 这是关键点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印象是tap了呀 有加的吗 有 tap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tags吧 好 把它引过对应该是这种类型吧 好 这里面这个GS引完之后的话 那我接下来再来进行操作的话 是不是可以去在这儿 我当前就不再去另起一个文件了 咱们在这一个文件里去写吧 然后对应的是tap 呃 等于我要去写的话应该是 你说我在这里面不用去写东西直接完整你签呀 那也行 那咱们就不去补充完整了 然后现在咱们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当前 当前去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相当于要去删除数据了 删除数据吧 那当前去删除数据的时候 这时候删除的是哪个书籍啊 这是哪个东西啊 通常情况下的时候要定一个函数啊 咱们把这个函数给你放到哪 放到这里面可不可以 onclick 这是可以的吧 当我点击的时候 你说这个地方吗 放到哪儿不都可以吗 HREF这里面是不是也可以 我给你添加一个onclick实践 是不是也可以啊 你们的前端比我专业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onclick当中应该是直接去写一下 比如说我们把它就叫做一个function应该是删除数据吧 咱们把它也叫做deletebook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那你说这个地方我应该怎么去传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得去定义一下啊 function 然后呢对应的函数名字是delete吧 delete book book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 当我一点击是不是要出去出发这个行为了 出发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当中要做什么工作啊 去传一个参数吧 去传一个参数吧 因为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向我们的后端当中 然后呢向这个接口发送阿甲克斯请求吧 对吧 向后端发送阿甲克斯请求 那怎么去发送啊 应该是刀了点的方式吧 刀了点的方式 然后呢 post吧 post 然后呢对应的这个地方 怎么去写 接线delete 对应的book 然后呢 参数呢 参数呢 参数的话 那好我现在给你定义出来 现在有一个请求数据 比如说叫做data data呢 它是一个呃 在这个gs当中可不是叫做点 叫做对象吧 gs当中它是叫做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的话 相当于有一个book id 然后呢它作应的值是多少呢 是应该缺少那个值了 这个值从哪来 参数传过来是吗 参数怎么传 然后呢 你说在这个地方 直接打块号的方式是吗 是这样传单是吗 可以 如果不那么传单的话 那我怎么去传单 如果不那么传单的话 能不能在底下也通过jecrate的方式 直接去筛形呀 可以吗 是不是也可以呀 可以 所以怎么传单行 那你说了 你就要在这里面去传单了 好了 我就把它给你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相当于 正好在便利的时候 book里面是不是就有id呀 对吧 拿到了 这里面来 那这里面就有一条相对应的book id book id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就在于是说 这个东西你放到这儿 语法没有问题 但通常情况下不是这么去做 原因就在于你这个地方是通过这个模板 把这个变量直接渲染到这儿了 我们正常应用的方式呢 是你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空的 并不是通过模板把参数放到这儿来 好 我们把它放到这儿 留空 留空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book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通过jQuery的方式来进行获取了呀 我要去获取的话 咱们要找id吧 id在哪儿啊 id在哪儿啊 id实际上在模板当中还没有呢呀 所以那你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在 在这个地方 你一方面是可以在这里先隐藏吧 那我能不能给你在这里面去额外添加一个属性啊 我制造的属性能不能行啊 叫做book 这个在这个 GIS当中应该是book中红线id 我给你添加这套东西 中红线下号线是不是都可以啊 我给你放到一个bookid bookid的话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到这儿了 应该是book.id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呢接下来怎么操作呀 然后呢接下来怎么操作呀 应该是$z吧 当前是不是就是说 谁点滴的话就是谁呀 $z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正好有属性啊 attr当中的book id 是不是可以了 把它选出来 这是关于book id 不能吗 为什么不能呀 $z 这次是一个关键字是可以的 能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 紧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一眼 这时候的数据是有的吧 这时候数据有了之后 我在这里面如果想要向后端发送数据的时候 你说我直接把data放到这儿 data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它传到后端的时候是阶层格式吗 不是吧 是什么格式 是表单格式 它会把这个对象里面的见证对 按照见等于值 如果有多个的话 就是与号再阶层一值的方式往过传 所以它并不是阶层格式 那你说我现在如果想把它做成阶层格式的话 怎么操作 你得转吧 要转 所以你看一下 你们挑了一个最难的东西 正好把这个讲完之后 项目阶段就省事了 你们怎么看一下 怎么去转呢 在前端当中也是有这么一个模块能去转的 哪个模块呢 你不用去做任何导入 就是大写的JSON 通过它呢 能够把JS里面定义好的一个对象 转换成阶层字符传 比如说我们把它写下 请求的阶层字符传 然后呢通过这个大写的JSON当中 有个叫做stringify 是把什么对象转换成这个字符传的方式 所以呢把那对象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的话 那这句话的返回结果呢 就是一个阶层字符传了 就相当于把这个对象转换成件字符传了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在去传的时候呢 只要把这个IQJSON字符传放到这就可以了 你把字符传放到这跟放一个对象可不一样 你放到对象 它会把它给你转换成件等于值的方式 而你把字符传放到这的时候呢 它就不再做任何处理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的合作 然后呢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放到这之后 这个方法再进行写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去写一个方程函数了 写回掉函数了吧 回掉函数当中 回掉这里面是不是要有一个ISP接收的返回值啊 那这个返回值是谁啊 是不是就在于左边这个东西了 左边这个东西 你现在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什么有问题啊 你前面这里面是通过重定向的方式操作了 让页面镜跳转 但是你现在在这个地方的话 是接收到一个返回值了吧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我让后端给我返回来 是不是也接层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咱们给它铸掉 铸掉之后的话 应该是用Jasenify吧 好咱们去也让前端 前过传进Jasen 好回过来 Jasenify 放到这之后的话 这里是要传参数了 比如说传什么参数呢 咱们可以随便定吧 写一个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包含两个值 咱们就按照项目来了吧 通常情况下 包含一个code 包含一个编号 这个编号的话随便去指明 比如说我就认为是code为0 代表成功 还会包含一个message 消息 这个消息的话可以指明一个 比如说就算你们说的OK 代表成功了 所以回过出来 我在这里面进行处理的时候 实际上就相当于 我实际上是不可以判断这个code 所以回来来看一眼相当于的 如果我给你后端传送过来是Jasen的话 前端在这里面 在进行拿掉回掉函数的时候的 这个传入值 它是什么东西 它已经不是Jasen租赚了 如果他发现你后端给我反送过来的东西 它就是个Jasen租赚 而且我们说了Jasenify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特点呀 Jasenify不仅会把数据给你转换成Jasen租赚吧 还会做什么东西 还会设置一个叫做content 这个type吧 content这个type是最至关重要的 它会帮助我们设置为applicationJasen 还会做这样一点 它做成这样一点的原因 就在于说我后面的话 这一端收到的时候呢 他发现contenttype就是application 所以呢 他自己就要按照Jasen方式 把Jasen租赚给我转换成了 GS当中的对象了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字典的一种形式了 那也就意味着说我在里面操作的时候呢 直接操作iesp.的方式 就能把code取出来 这根本就不需要进行操作了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进行判断 如果说当前的这个iespcode 它是多少呢 它是给我传送过来的0 是不是代表成功的呀 所以我们在里面操作 在这明星跳转的话 咱们怎么跳呢 这个应该是location 对应的href 等于我让它跳转到首页就可以了 设置到首页 相当于这时候呢 你只能通过前面的方式 让大家已经跳转了 好 这时候呢我们做完了 做完成之后的话 现在还没有完成 你怎么去发送都不会成功 问题在哪 问题在 没掉用吗 问题不是在没掉用 而是说 我们说了后端当 咱们在里面开启开启的话 现在我看一下 在于哪呢 是在于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的话 request get jason的时候呢 它这个get jason 之所以能够帮助我们 给它转换成这个字典 有一个前提 前提什么东西呢 要求前端发送过来的content type 也必须指明是这个application application jason才可以 get jason 要求前端传送的 数据的content type 必须也是application jason才可以 这点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要求前端给你传送过数据 不仅是数据是jason格式的 要求你前端是不是也能够 发送content type这个请求头啊 对吧 请求头当中是可以包含 content type的吧 所以要求前端发送过来 也是可以的 那你现在来去看一下 前端我通过这样 刀刀点post的方式 往外发的时候呢 它发送的默认的content type 请求头 并不是那个东西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是不得自己去定义啊 所以你这样的简写方式 是完不成的了 就相当于刀了点post 是完不成的 不是我跟你大家是这样说的一个东西 刀了点post 如果你自己不定义这样的get 不定义这个自定义的请求头的时候呢 你是可以直接去写的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要设计到前端操作一些个 默认值并不能满足情况下 你就要把这个东西去改一下 改成完整的方式 所以呢我们这样讲完整方式的时候呢 也跟这个简写方式是有关系的 对比着来的 所以写这个东西不是没有用的 这个完整方式有去接触过吗 刀了点阿甲克斯 这是完整方式 刀了点阿甲克斯 然后呢要求你在这里面去传入一个对象 传入对象里面呢 去指明整个的所有请求方式 然后我们看看看一下 你的刀了post 只是对它的一个简写形式 所以你再来看一下 在这个完整形成当中呢 需要传入一个参数UIL UIL的菜表的是你向哪发 所以呢这UIL 就对你的简写方式的第一个参数了 向哪发呢应该是delete deletebook 然后呢这是我们来去注写一下 后端的UIL 请求的后端UIL 然后再来看一下 这里面 到了点阿甲克斯在操作的时候呢 那它是 它是这个东西 应该以什么样的请求方式发送的 所以这里面也必须得去指明 这个完整形成的话 你使用这个post方式可以 get方式也可以 其他方式也可以 所以到底是哪种方式 通过这个type来去指明 比如说我要求你 也许以post方式向后端发送请求 所以这个post方式 就给你这个道了点post 这个post堆上了 然后呢这是请求方式 然后再来往下走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的就是 你要发送的过去的数据吧 有哪些data 好data放到这之后 这就相当于你要发送的数据 它的名字呢就叫做data 数据是谁 我刚才是不是已经转换好了 把它拿过来 这是向后端发送的数据 向后端发送的请求体数据 现在再来看一下 刚才我说了 我做的最重要的操作 是不是要去指明发送给后端的 那个东西是什么类型的 是application阶层类型的吧 所以怎么去指明它呢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字段 叫做content type 指明它 这个方式呢去描述 我向后端发送的请求的数据 是什么样东西 可以指明application阶层 这是指明 指明向后端发送的数据 格式 好 这里面指完了之后的话 然后呢 那么你在这个完整形式当中 还可以操作一个东西呢 还可以操作一个东西就是 data type data type data type指明什么东西呢 指明的是 后端给我回传过来的数据 是什么样的格式 所以咱们直接写json 我指明json之后的话 那阿里奖克斯呢 就会按照json方式 来给我进行解析 指明后端 传后端返回的数据格式 然后呢 再来往下走 还有东西呢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写相对应的回调函数了 就可以把这个方程拿过来 方程的话怎么去写呢 回调函数是成功的方式 回调函数 所以应该是succes 然后把你的回调函数再放到这就可以了 这里面是resp 然后呢 再把刚才所对应的这两番代码拿过来 所以现在我们来去看一眼 这时候的话 才是一个完整的阿里奖克斯形式 你跟上面简写方式对比一下 简写方式 我是不是只能去决定UIL 然后呢 请求的数据跟回调函数啊 其他东西是不是解决不了啊 所以如果发现要设置到这个告诉后端 你的数据什么类型的时候呢 你这时候呢 就要去使用这个形式了 用完整形式去向后端描述 我给你传送的数据呢 是application阶层的格式 所以呢 这里面UIL对应上它 然后呢 post方式对应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数据对应到data function对应到succes里面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data type吧 data type我们刚才说了 是指明的是后端给我返回的数据是阶层格式 如果你也想对应到简写方式当中的话 怎么去进行对应呢 简写的方式除了UIL 除了数据 除了回调函数之外 在回调函数的后面 还可以再添加一个参数 Jason 添加这个参数的话 这个参数就跟这个data type对应上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是简写跟完整写的一个方式 嗯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咱们现在就相当于是说 把前端的这个东西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 端的后端也能够配合起来 然后呢 咱们让程序去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然后呢 咱们让程序 重新的去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调试工具也给你打开 打开之后看一下 当前console这里面呢 这些信息还是没有出现错误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想删除 删除谁呢 删除这个东西 咱们先看一下对应的页面 把它点击一下 对应在这里面是不是有delive book呀 帮省它 然后呢 当我去点击的时候 我们把它network打开 看一下是不是像后端有发送个请求 点击一下 删除 点击一下删除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地方看一下 delive book delive book 这里面是报了一个500错误啊 说明我们后端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你看到500错误的时候呢 代表后端出现问题 我们把它先点开看一下 这个前端当中发送的请求对不对 前端发送请求这里面 是不是相当于 没传任何数据呀 没传任何数据的话 意思就是说 刚才咱们写的那个东西 Dollar这个东西是没拿出来吧 Dollar这个东西是没拿出来吧 Dollar Z 这里面没拿出来吧 Dollar 它 它的这个标题 在这个Dollar Dollar 应该指的是窗口 哦 这应该是Dollar那个 应该是Dollar的这个东西 O like onclick是键 那这个的话 是的话 咱们好来看一下 什么小小的东西呢 我把它给你去掉 把它去掉之后的话 然后呢 当这是不是相当于是 有变成钱的动作了 什么 我们怎么操作呢 应该是Dollar 然后呢 我把所有的A标签给选出来 可不可以 可以吧 Dollar里面的A标签怎么去选呢 我们看一下 咱们在这里面进行操作 $里面的 A 这个东西 拿出来是不是所有的对应的这个A标签了 对吧 我给A标签可以给他补出上相对应的函数吧 可以吧 $里面的A标签 是不是这样的A标签啊 然后在你的A标签当中 当你点击的时候 click click当中 我是不是可以加下这个click的函数了 这是可以的了吧 然后把这个函数 我给你C到这里面来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当你点击的时候呢 这里面是有一种函数的行为吧 这个函数的话是不是可以作为匿名函数了 然后呢 这时候你再来看一下 这个$です就可以了 这可以了吧 然后呢 然后呢 咱们重新来去刷新一下页面 刷新一下页面之后呢 然后紧接下来 我们来点击一下对应的删除 操作 删除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没了 而且它还在这了吧 点击下Network当中 刚才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删除了 咱们再来点一下删除 我把它去点击一下这个地方删除 你看一下 刚才是不是有一个Delete 闪现一下啊 为什么又没了 又回转过来了 如果把这个地方呢 给你给你注视掉 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给你删清楚一点 比如说Alert 我们在里面注射一下 我们在里面注射一下 Alert 然后呢 OK Alert Alert之后回回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重新刷新下一面 然后呢 咱们再来点击一下删除 点击一下删除之后 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了 我们主要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已经向后端 发送了这个地方了 像Deletebook 发送了一个请求 然后我们回过来看一下 在咱们的这个后端当中 也确实收到了一个pose请求 向Deletebook当中 发送过来了 发送过来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还可以把这个地方 已经点不开了 点击一下 这时候我再点击一下 确定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前端的GS 里面的Alert 数据完了 再走的话 就是location了 然后呢 直接点击一下 确定看一下 是不是又跳展到主页当中了 这里面就是最新的结果了